19. 《文匯報》 估港股舊A股香港變輸血機值讓兩成賣海通國投公司蝕25億 2015年7月9日《財經新聞》B01財經頭條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周紹基A股連日徑滴 昨日再跌多6% A股從高位回落如32% 港股從高位的跌幅只有約17% 但儲有後來居上之勢 港股盤中最多增跌如2100點 累積跌幅一度如兩成 市場人士預期港股跌勢陸續有來 甚至會跑輸因希臘債務危機前身的歐洲股市 主要因為中央傾力救市下近半A股公司停牌 又嚴閒沽空 令到內地投資者及機構 只有沽 港股變相成為輸血機 為A股輸血在中央全力救市下 不少內地金融機構都不能隨意沽愁 甚至要被迫入市買A股托市 在現時的市況混亂下 金融機構要取得融資並不容易 要籌集學市所需資金 最方便就是沽售港股提款 國投基金急透63億 舊火老透社報導 國家開發投資公司旗下基金 以高達兩成的借樣 息數減持其所持的海通證券6837 據保每股最終定為11.12元 涉及股份為5.69億股 徒現約63.3億元 路透社資料顯示 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始於去年12月中 以每股15.62元 通過參與海通300億元 H股增發計劃 認購該批股份 昨日國投公司以每股11.12元低價售股 將導致於25億元的虧損 有關投資之所以要蝕著走 市場相信是希望將資金攀絲回潮 共撐A股 海通證券的A股作早暫停買賣 其A股五市需恢復交易 但一開始即跌停板 H股則繼續停牌 其他每停牌的券雙股續受重錯 中信證券6030 中國銀河6881 國泰軍安1788 廣發證券1766等 最多時候增急錯2至3成 中證監2600億彈藥減官 不過 在中證監公布中證金向21家證券行 提供2600億元人民幣的信用額度 用於證券行增持股票 消息公布後 券雙股跌勢大幅減緩 內地機構早前如以孖展炒股 在跌市下 正常的做法應是孤售部分股份 套現為孖展保倉 但目前中央嚴限金融機構 A股 這些機構大幅要補倉 只能靠港股者報提款機套現 有分析員指出 港股市場流通量高 資金出入並沒有限制 每當外圍有任何風吹草動 港股都是率先挨沽 事實上 昨日多隻股份宣布回購自己的股份 以達託市之效 內地最大圈商中信證券6030稱 公市經營管理曾將速成公司股東增持 公司股份 高級管理人員及員工將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 自發購買公司股份 中資及 H股份分回購自救成海控股 亦再次增持五周國際1369共1328萬股 平均作價1.306元 總額約為1734億元 中研氣384宣布集團回購931萬股 相當於0.186%以發行股份 花樣年1777計7月6日增持股份後 於7月7日亦再次在場內回購公司股份近500萬股 平均每股作價1.04元 另外,進和711控股股東中國身為投資 分別於7月6日及7日增持進和股份 兩天以每股平均價1.355元 增持了293萬股 中國身為表示不排除有進一步增持的可能 分別於7月1日增持大幅 內容 都留意